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后也非常有幸地和各位消息系统的大佬老师 然后一起交流沟通分享 然后前面几位老师讲的都是比较大也比较好的 然后我今天讲的可能稍微小一点 然后主要讲的就是移动于MQT RockMQ消息队列的海量数据流转实践 然后首先的话 今天将从以下五个点来讲述一下 首先第一点就是背景 我们为什么要做MQTD和RockMQ之间的一个消息流转 然后里面的一些原因 第二点是做它的一个整个的价格设计 包括哪些 然后第三的话是它的在一些KBAS上的容器化时间 第四的话则是我们整体在移动于MQT上订购后使用和一些用户体验上的 最后的话是对整个架构的一个总结和展望 然后第一点的话 主要就是因为在5G时代嘛 物联网其实已经深刻地触及到我们的生活的方面面 包括我们日常的智能家居 公益物联网 然后智慧物流 智慧配送也好 以及车联网 其实都与我们的生活已经息息相关了 就举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开车 可能朋友都知道 就是你如果说你一不小心出了个违章 然后监控摄像头拍下你的车牌号之后 它并不是能够实时地进行一个违章的识别 通知你今天在哪里哪里违章了 它基本上要播到两到三天之后 可能才在12123 你才知道自己哪里违章了 它其实就里面 因为它无法做到照片实时地进行一个流期算处理 然后进行一个实时的推送 那么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住的酒店 可能有一些松台机器人 他能够做到你订完外卖之后 你写完你的房号 他只能够把你的外卖 直接送到你的房门前 然后这对于酒店这种一个比较稳定的系统来说 它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但是一旦给它放到一些开放的车流 或者说户外场景 遇到的问题就会比较多 然后你如何在避障 如何规划自己的线路 其实光凭自己的 本身的那点芯片是制装不了的 它需要把自己遇到的那些数据 通过一些流去算也好 流出也好 推上到后台的服务端进行处理之后 同时把它规划线路 其实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数据之间的流转 然后更比如说现在的话 特别是在ROKE MQ 5.0 它其实推送了很多新的特性 包括之前各位老师有讲过的 逻辑堆列也好 包括BCQ批量索引也好 可以提升流出的吞吐量 以及它后面的套位盒 进行一些数据压缩 它其实都是能 更为ROKE MQ做它的流处理计算引擎的话 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吧 然后物联网设备的话 它很多消息其实都是持续的 并且是大量的 然后你有了这些消息之后 本身它可能是很多无意义的 其实它大部分还是需要一些后端的服务 来对其进行处理 然后你把这些处理后的消息 无论是对自己服务本身也好 还是实时把接得到的数据之后 进行下发 其实都是比较有必要的 然后在介绍之前的话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MQTT 就是我们移动云的MQTT的内部一个架构 它主要的话是由三部分组成 首先的话是一个MQTT Cluster集群 就是我们的所谓 自己内部叫做MQTT Bridge 然后另外一个是ROKE MQ Cluster集群 就是它内部的相当于 作为我们的存储团 最后是一个Redis的集群 是用来存储我们的一些客户端的订阅信息 然后各个MQTT Bridge之间 是通过G-Grooves来进行 他们一些订阅关系的同步 包括一些定点消息的同步 然后存储团的话 主要是你来一个ROKE MQ的Communlog 进行一个落盘 然后进行一些19万消息 因为对于MQTT的 1,2的服务质量等级的消息来说 它是需要进行可靠性的保证的 0的话我们可以不存ROKE MQ 直接放内存的提升性能 然后基于此的话 首先先介绍一下 我们这里是已经开源的项目 ROKE MQ Connector 它是使用来解决一些单一数据源 就是密构数据源之间的数据同步的 因为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中的话 你不可能是单一数据源 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数据源 你可能想要做到一个像你把MySoco里面的数据 给它同步到Elexus来提高一些查询的体验也好 或者说你想把一些数据同步 把一个数据同步到数据仓库也好 如果说你为每两种数据源都做一个同步工具 那其实是比较的工作量很大的 因为你需要考虑到它方便面 包括它的同步效率 它们同步之间的转化格式是怎么定义的 怎么高效 以及你对整个架构的可容作性 可伸缩性都要进行各方面的考量 而ROKE MQ Connector 其实是比较好的做到这点 它一些原数据的存储 配置管理 其实它已经在Runtime里面都做实现了 简单来说它这个架构的话 就是通过ROKE MQ 借助ROKE MQ将原数据的消息 通过以消息的发送 发送到中间的ROKE MQ作为一个中转 然后Sync端的话 就是通过消费ROKE MQ的消息 来把这个数据同步到后端的 小目的服务中取 然后接下来就是讲一下 我们MQ ROKE MQ的架构设计 主要的话 一开始我们想的方式 是就跟着开源这个方式走 我们就实现一个MQT Source 再实现一个MQT Sync 然后就行了 然后当时想的是 因为我们就按这个方向 就是首先MQTT 会起有一个设备单订阅消息之后 然后存储 然后会流转到中间的ROKE MQ中 然后再走中间ROKE MQ 我再实现一个ROKE MQ的Sync 然后再把ROKE MQ消息 同步到ROKE MQ 但其实大家一想就发现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中间就会出现 MQT到ROKE MQ 又会出现一次ROKE MQ到MQ 两次同步的消息 相当于中间是有一次性能损耗的 然后中间 后来我们最终的设计方案 是通过了一个 Direct Task 就是它中间是不再经过一个 中间ROKE MQ作为一个存储的 而是直接在Source Connected那边 直接通过两个Task 其实Task等会我会 修士研究一下它有一些的基本概念吧 其实一个Connect的机群的话 它其实包括了Connected Runtime 以及Task这几种模型吧 然后Connected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发言辨迹之类 Runtime其实相当于是一个 它一个运行时的环境 然后Task的话就是它真正用来执行 一些数据流转的一些真正任务 然后我们使用这种模型之后的话 我们的Source Task里面的消息 其实是不再经过 就是开源那种方案 它是通过Source Task 把消息存储到ROKE MQ中 然后Think Task再是起一个消费者 去消费那边消息 包括它的消费进度管理 然后从哪个位点拉的话 它其实是在中间ROKE MQ保存的 然后我们这个方案的话 相当于它两者的数据 是进行直接交互的 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 如何把它的消费位点 我们自己进行实现 因为我们本身的QTT 它其实是基于ROKE MQ 它本身也会有它的Offset的信息 我们就把那个Offset自己拿过来 然后会再塞到我们的 Connected Record的Partition里面 然后进行了下一步的处理 然后浏览到这边 无论是目的端有没有消费成功 会直接再返回一个圆端 然后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 消息不再经过了中间的一个ROKE MQ 它的实验也会给低 然后在云上的话 主要这个消息流转是给一些共享的用户用的比较多 共享用户比较多的话 可能是会存在一个 就是你如果有多个用户一起开启了消息流转这个任务 那么你所有的消息都会在中间这个ROKE MQ存储一份 你这样存储一份很容易就出现一些流量管控或者是什么的问题 就要做更进一步主要这样的话就不涉及消息的存储 它只会保存一些配置信息以及配置管理这方面的信息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简单讲一下整个Connector的一个详细设计和流程吧 主要就是我们首先会启动一个MPT Source Connector 启动之后通过设置它的一个Connector Enable这个设置为Tru的话 它就会启动一个 它就会相当于加载一个MPT Direct Task 它这个Task的主要就是原因就是 它会根据你的Plugin里面的类 来够初始化两个Task 它不会说是因为你是一个Source 它就只会初始化Source 它会初始化SourceTask SourceTask Connect启动的时候它会相当于创建一个MQT的客户端 它把MQT里面客户端的消息 通过一个Message Convert的一个协议转换 把解析它的消息体 然后进行消息属性注入分传消息 分传成一个公共定义的Connected Record 里面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定义的Schemmer 也好都会进行一些转换 后面SyncTask 散达这个消息之后 同样会进行解析消息体 最后将其分传成一个RockTanku的消息 然后发送到目标的RockTanku集群中去 再往下就是一个Connected Task的内部结构 主要的话就是Connected主要分为Source和Sync 然后我们整个架构主要用到Source 然后Task的话主要分为SourceTask和SyncTask 然后这两个类的话 主要的方法就是一些InitWedit TaskConfig的话就是一些Task的一些配置信息 包括你是哪个topic往哪个topic流转 以及一些Name Server的RokenCode地址 以及你的一些详细的配置信息 一些Task过滤 Task Class就是你的 你Plugic里面定义的 就是你真正实现的那个Task 它会通过一些反射 然后来获取到你真正的要执行的哪个类 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这边要分享的是 就是MQT和RokenCode Connector 在我们整个移动云上的一些容器化的一些实践 在讲这之前我们先简单讲一下 我们这个Connector的一些部署模式 它本身提供的是两种 一种是集群模式 一种是单机模式 然后单机模式的话比较适合一些测试外景 然后集群模式的话主要就是 Worker你可以看作一个就是它整个一个大的一个集合 然后它们中间的一些通信的话 其实是像一个共同的RokenMQ Broker定义的一个Topic进行发送的 通过这个Topic来传输 然后它一些增量 或者有一个Worker上线了 它会把自己的一些信息传输过去 然后发送到Broker中 然后其他Worker会订阅这个Topic 然后获取到这个消息之后 它会把这些配置信息存储到自己的本地文件 然后测试到这个本地文件之后 如果这个Worker弹掉之后 你在拉起之后 它也能够读到自己的本地文件 然后来获取到你所需要的配置信息 从上一次的位点 然后来进行处理消息 这边也提到就是Worker会以消息的方式 向Broker发送心跳 然后所有的Worker消费到这些消息之后 就会以全量消息来实现新增Worker的感知 就是你把Worker可以看作一个 RockerMQ的一个consumer 就是一个消费者 然后这些消费者的话 也会根据他们 就消费者本身有一个rebalance 有一个平衡 它会根据消费者进行rebalance 来分配他们的connector task 它具体哪个connector task 都会在各个消费 就Worker之间进行平衡 然后对于整个MQT RockerMQ Connector Operator的话 我们整体先简单介绍一下operator operator它其实是用来扩展 commonist的API 是一种特定的应用程序控制器 是用来创建和管理一些复杂的 有状态的应用 包括我们的RockerMQ Broker Broker其实社区也是提供了operator 来进行管理的 然后它能做的什么 它能做的就是一些自动应用的 一些配置和管理 以及应用的破锁容 或者说是灰度滚动更新 然后MQT RockerMQ Connector Operator 主要的实现就是 对它本身的connector进行管理 以及对nameserver 以及broker进行管理 因为connector它本身 要做到在Worker大调之后 它又能同时从本地 恢复信息之后 它需要做一些PVC 或者PV的绑定 然后不然的话 它拿到消息是不同步的 然后我们的connector 本身就是使用 cooper build 这个主要的一个框架 来进行开发的 它主要的话也是 包括四个步骤吧 首先的话就是 你要创建一个脚手架 就是通过cooper build 你用最后的init 来进行一个创建交手架 创建完交手架之后 你可能要定义一些API 你要定义你的一些API 后面就是定义它的一些CRD文件 就是我们右边写的 它的CRD文件 包括你的spec 你自己要定义的一些资源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要实现一个controller的逻辑 就是有concelable loop 就是一个逻辑循环 切掉循环 那你不要把这个循环实现完之后 因为我们的operator 这边讲的主要是connector operator connector的话主要就是 本身除了它的一些配置信息以外 它是一个无状态的应用 所以说是对于operator来说是比较好实现的 然后第四点的话讲的是 它在移动营上的一些流转实践 这边讲的就是一个用户 它在控制台上如果创建了一个消息流转的任务之后 那它会在整体我们后段会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首先的话它会相当于在控制台创建完之后 会发送一个rest和请求 然后到我们的后段的一个resthand里面 然后我们会处理这个请求之后 调用to the connect config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调用完之后 相当于会把这个配置信息在memory内存里面 然后后面的config managed service 它会读取到这个参数 然后会调用你 因为它拿到这个config的参数之后 它会调用connector加载具体的connector 然后这个connector就会调用plug plug会返回connect实例 然后这一步也会做一些校验参数的工作 然后同时做完这一步之后 它会config manager做完worker集群同步 因为刚刚我们也讲了不同的worker 它其实是通过一个订阅相同的topic 来进行一个集群同步 一些任务的分配进行负载均衡的 然后出发这个负载均衡之后 它会具体到一个replace implement 然后分配具体的connector 最后是调用worker worker的启动之后 它会根据你填的一些task的参数 来启动对应的task 启动完对应task 主要对于我们这个 就是模块来说 主要就是启动一个mqt客户端 来订阅我们所要流转的topic的信息 然后再启动一个rockmq的生产者 把这个消息同步到我们的目标实例中去 然后同步完之后 那么消息就会以较实实的方式 进行一个mqt到rockmq的一个流转 目前我们能做到 在移动云上做到的就是 mqt和rockmq之间 在topic这个维度的一个相互的消息流转 你可以mqt到rockmq 也可以流转过去 rockmq的消息也可以 实时的流转到mqt中去 然后功能的话 主要是能够灵活启停消息流转任务 维护多个消息流转任务 并且可以编辑过的规则 按需的同步消息 也可以做到实时采集消息tps 延迟堆积量等同步指标 并且也可以记录消息同步轨迹信息 然后因为它没有了中间的层rockmq的话 它性能也是比较好的 实时性强毫秒及实时同步 可以满足物联网的一些需求 也支持断点虚传 任意节点故障 同步电路可秒及恢复 通过机群部署 并通过operator进行管理的话 也能够避免断点故障 第五的话 主要是对目前的一些做的总结 以及未来我们对整套架构要做的一些规划 然后目前的话已经实现了就是mqt和rockmq之间的一些互通 然后并且可以做到消息按照过滤条件 然后从消息原节点就转到目标节点 也可以就是通过了复用rockmq 因为其实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做 其实还有原因是当时有个客户 他们其实已经在移动云上订购了rockmq 然后他们是想通过订购mq之后 他们就能够把他们 因为他们本身是做汽车行业的 他们汽车行业需要做一些车联网的一些数据 通过mqt之后 能够直接浏览他们已经在使用的rockmq中 而不需要他们再单独做一套工具 然后让mq的消息过来 然后做到这些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无联网设备的消息 然后流转到他们本身已有的rockmq中 并且通过这个消息流转 还可以把他们rockmq后台处理的消息 再下发到他们的设备端 来对他们的车辆进行一些管控 然后这是目前能做到的 然后未来的话 我们目前是还要再做一些 对其他异购数据源的支持 包括一些rapmq, redis, mysirco, kafka 等组件的一些数据流转的支持 然后第二点的话 是准备完善operator的集群的运维管控 因为目前能做到只是一些简单的 就是connect一些升级 以及一些PVC的一些绑定 以及一些我们PV的一些容量管理 还做不到一些像快A的高可用 故障自语,动态过速容和灰图升级 最后的话是基于Promius 来监控服务状态 因为作为消息流转任务的话 你要实时监控它的一些消息流转 是否成功以及消息流转的一些指标 并且以一种比较直观的形式 展示给客户 那么就需要基于Promius 结合graph的大盘 然后对connect的集群 采取一个多场景多层次 多维度的一个指标监控能力 因为目前我们其实那部分的实时监控 是相当于我们是后台运为座的 相当于是只给我们自己展示 客户的话是还无法知道 他们集群的整体的一个TPS状态 未来的话是准备把普通的 这个服务状态 这个状态是让客户也能够有感知有知晓 然后以上就是我的整字分享 谢谢各位